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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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幽靈里的寶修圈 科幻人長知識 顧健康 好 這上回我們聊到了 這高強度運動 低強度運動 或中強度運動 對於一些染指或是厚燃效應的 一些比較 那很多人就說好那我想要去 染指 那很多女生說 那我不要做重訓吧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其實有一些圖片 讓大家會嚇一跳 我們來看就是這個 好 這一位是一位大陸的女醫師 中間你說不是 同一個人 這三張圖 同一個人 最近引起很多討論說 這個醫師穿白袍看起來OK OK的 怎麼中間哪一個 變成是美國隊長 然後右邊這一張 這是P圖嗎 好 這個圖的真位 其實我去查過應該是真的是有這樣一個醫師 但怎麼會練成這樣子 當然很多女生很擔心啊 你說我們可以去做高強度運動 做出來變這樣怎麼辦 好 所以今天請到我們這一位呢 史考特醫師啊 大家知道他對健身 他自己有在健身 而且他對營養血量非常有研究 那他來告訴我們 女孩子會不會練成金剛芭比啊 好 請到的是我們史考特醫師 醫師你好 你好 一直看到這個畫面一直想 其實最近還有一位啦 大家也是很驚豔 就是說 這是藝人小禎 好 他呢 是最近去練重訓 但是呢 效果就跟這個醫生 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來看一看 小禎他怎麼去練 就把兩個動作丟在一起 這個其實不用太重的人 對 再做的話不用太重 所以要注意 欸 照鏡子 照鏡子 為什麼有些動作做要慢 有些動作就要這樣 因為這次見鞋 就比較是強調 你要把資訊給它跑 所以就快一點 但如果你要做比較是 重量 你要買重量之後再 就要慢一點 就要慢一點 對 放慢一點 但是如果你要做比較是 但是如果你要做比較是 所以平平都重訓啊 這個醫師呢 會練成這個樣子 會讓大家看得嚇一跳 可是剛剛我們看到 小禎的狀況就很好啊 所以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一樣是練重訓 那有的女生練成這樣 有的女生練成那樣 所以我們先請教醫師 您的著作裡面講到 但第一個題目 很多人要問 為什麼呢 女生到底去練重訓 跟男生比較起來 這個肌肉很容易練出來嗎 其實不容易 我常講啊 女生怕變成金剛芭比 就好像有一個人說 我今天開始投資啊 我很怕一年之後 就變成巴菲特 變成全台首富 這不太可能嗎 如果說一個人 很有恆心毅力 又去研究這個股市 然後十幾年 二十年三十年的時間 或許真的可以變成 很有財富嗎 但不可能一天兩天的時間 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一定是過了 十年以上的時間 每一天都很認真的訓練 很認真的飲食 才有可能 甚至有些時候 還有用一些藥物 才有可能變成這麼壯 所以一般的人 真的不需要擔心 所以男生跟女生 比較起來 是會有一些基礎上面的影響 所以導致男生 在練肌肉比較好練嗎 以前的觀念是認為說 男生有雄性素 所以長肌肉比較容易 不過現在的觀念 其實是認為女生 如果很認真的練 其實也可以練得不錯 不見得會一定是 比男生居劣勢 好 了解 所以說我們看到這個女醫生 不用這麼擔心 剛剛醫師講 不用擔心 對 這個大概練十年以上 不然就要用藥 當然是很難 女孩子不太可能會這樣 不過呢 我們想要再問就是說 一般女孩子想要達到的身材 應該就是很結實 很緊實的 那藉由重訓怎麼達成的呢 您在著作裡面有講到一個 我要肌肉怎麼練 我脂肪 這兩個東西的比例 要怎麼樣達到什麼樣的底態 這張圖我們怎麼看 是 大家講到結實 應該會往右上角這個女生的身材 向對不對 他有馬甲線 穿字線 那其實他反映出的是 他有肌肉 而且他的脂肪量又不多 所以可以顯現出這個肌肉的線條 那以體脂來說這個大概是 這樣子看起來應該是二十五之間 二十到二十五 二十到二十五 二十到二十五女孩子就可以有 可能你這樣肌肉有練就可以到這樣 男生的話比較低 要到十五看起來才會有線條 了解 好 那所以說以這個來說 可能就是比較適中 脂肪量適中 肌肉量適中是這樣 對 就是一般的身材 可能有一些脂肪有肌肉 但肌肉不是很明顯 所以看起來就覺得說不會很特別 好 但是你如果肌肉量少 然後你脂肪量適中就會變這樣 看起來就鬆滑滑 我們說泡芙人 泡芙人 那這個呢 這一張呢 就是他肌肉跟脂肪都很少 我相信大家應該不會說他很結實 雖然他脂肪很少沒錯 可是他也沒什麼肌肉 所以看起來就好像很太瘦了 不太健康的感覺 好 了解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達成這個緊實 結實的這個體態 你這不只是要瘦 脂肪量少 要有一些肌肉 要有一些肌肉 好 所以說 那但是有些人就講說 有些女孩子上健身房 做了一些深蹲之後 回家說我褲子穿不下了 我褲子怎麼變那麼瘋 會覺得說自己好像腿馬上變出 是不是長出肌肉了 那是肌肉嗎 因為我們運動之後我們的微血管 要供應肌肉養分 所以他會擴張 所以這會沖血 我們肌肉都會沖血 可是其實啊 運動結束後 大概十分鐘十五分鐘 頂多半小時了 他就會消掉了 所以不需要擔心 我常看到有些人去拉筋有沒有 很怕說筋變得很緊 其實不會啦 大概十分鐘就沒了 筋筋跟肌肉僵硬 其實是差不多的觀念嗎 因為我們肌肉沖血的時候 其實伸展的時候 他會覺得不太順 很像是我們肌很緊的感覺 但他其實肌肉沖血啦 是 好 那麼這個 如果說做重訓 對女性有什麼樣的其他好處嗎 好處很多 了解 女生在更年期之後 最怕的就是 骨質疏鬆跟極少症 這兩件事情 都可以透過重訓來治療 年輕的時候做重訓 就好像存骨本一樣 我們可以三十二十歲的時候存 五十六十歲七十歲的時候用 所以這很重要 糖尿病也是可以藉由運動 尤其是重訓來預防兼治療 甚至現在還有研究說 失智症 也可以藉由重訓來治療 所以您在臨床上 復健科這邊 你有沒有直接就說 我的處方就是回去做深蹲 一千個這樣 很長啊 很長啊 真的啊 很長 所以這病人去找你 就有心理準備這樣子 會有功課 那會不會有一些 一些實際的改善的案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女性來說 她可能沒練成金剛芭比 但是對身體的一些好處 我覺得對於年老的人特別明顯 例如說之前看過有一些脊椎啊 或者是髖關節開刀的患者 年老的女性 通常就會坐輪椅嘛 或者是拿拐杖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個奶奶 她之前就有運動習慣 然後術後又給我照顧 我就跟她講說 你要做什麼樣的運動 她其實術後 大概兩三個禮拜 就沒有拿拐杖 就會走來走去 一般脊椎開刀 都痛得不得了 可能兩三個月都做輪椅 然後可能就變成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她就是這樣走走 走進來的 我看說你真的有開刀嗎 所以有運動真的差很多 那她大概是做什麼運動 我是給她做椅子深蹲 就是因為老人家 在家裡拿重訓 必須還是有點危險性嘛 所以我就用椅子當作支撐 然後請她站著 然後坐到椅子上 再站起來 就像是用椅子 我們可以這個現場 給觀眾看看好不好 大概怎麼做 其實就是後面 有一張椅子有沒有 然後就像是我們屁股 要往後坐這個椅子一樣 然後屁股稍微碰到椅子 不要坐下去 然後我們就站起來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可是對於年長的人來講 這就是很好的肌力運動 好 了解 所以這個樣子 就有可能讓她 這個本來還要拿手張 就沒辦法跑去 她原本有底子 她原本就是有運動 她原本就有運動的習慣 但再加上這個 效果真的很好 所以年長的或是女性朋友 不要排斥做重訓 不要排斥 那請教一下 有些女孩子會覺得說 我就不是很好意思去找教練 我跟著網路上學 一開始入門的一些女性 有沒有建議大概要 怎麼樣的一些注意事項 其實老實說 我自己一開始也沒有找教練 但是我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心力 而且走了不少的冤枉路 所以我認為可以的 我還是找教練 會比較減少你受傷 更做一些無謂的 這些訓練的這個機會 但如果真的不行 我就建議至少 跟一個有經驗的朋友 一起去訓練訪 這樣他比較知道怎麼教你 好 了解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看 這個是醫師他自己做重訓 這個很重 這個大概有多重 這個應該 我蹲的話應該都 一百一到一百四之間 你大概很難得看到 醫師自己去跑去 什麼深蹲一百五十 一百四這樣子 所以醫師自己有做 然後也鼓勵病人做 所以女性朋友 其實不用太排斥 想要練 其實像小禎那樣的身材 真的也讓大家非常的驚豔 提供您參考 好 以上是今天的1600的報熊全空 感謝師傅 我們再會 拜拜